好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歡迎來到罪言書室 我們現在這個黑木崖的節目由直將開始 上個星期原本應該會有今集播出 但因為當時我們發覺到一個選情 特首選情不是太明朗 或者是等一等知道有什麼人有一集才再評論 今天就已經過了這個入閘時間 大家已經知道有什麼人考慮 所以就可以正式開始我們的討論 今天很高興可以請到身邊的嘉賓就是 可樂 可樂是社運人士 他待會有機會提到土地正義聯盟的一些工作 當然他也是土地正義聯盟的成員之一 今天我們事實上的背景很簡單 就是特首選舉 香港五年一次的城市 但都是與我們無關 所以不是城市 所以不是城市 但現在搞到大件事 所以好像很有料到 是吧 是 即是新聞日報那麼久了 並且有很多黑材料走出來 黑材料比較多 黑材料有很多 搞到我們沸沸騰騰騰騰 事務直接關係 但又有些感覺就是 曾蔭權的負負問題 周刊都有用它來做封面 曾蔭權啟示錄延續 港英殖民特權生態 貪腐移民 微妙衝擊中國 即是我們今天不會說這份 不過大家都知道 這些事實在是 最近這樣的事件 其實就是 很多 我們說多一點 首先有一個叫唐英年 有一個叫梁振英 還有一個叫做 還記得 你果然是沒有到的 韓信仁是完全沒有存在感的 所以不要太認真 所以我們暫時知道 入閘的就有三個人 但上星期我們還以為會有多些人 嚇死我們 有什麼人 差一點就有曾鈺成 差一點就有葉劉淑儀 沒錯 令人背脊骨一汗 其實現在也很冷 那個亂象 我們覺得很搞笑 同一時間 特首選舉有三個候選人 但之前入閘就已經有兩件 就入不了 林鎮脫腳 就不入了 現在就這三件 但是同一時間 我們知道 唐英年和梁振英 都深陷很多的醜物 所以才會有人 就在臨截止報名前衝出來 是的 那你還記得 以為可以撿死雞 那哪兩件事 大家可以說 都可以提醒一下觀眾 唐英年是因為什麼推了 唐英年 據我所知 是因為他的緋聞 還有他 還有他大宅內的潛建 是在說他 例如偽造文件 去押過屋宇宙那一類 其實就是一些 積了很久的黑材料 因為將積入了很久 咦 你這樣說有些玄機 大家都知道 唐英年很明顯 潛建都不是一時三開的事 那裡已經很久了 但是錢爆了還不爆 就總是在臨截止報名前的兩個星期左右 對 差一點就要落馬 對 差一點就要落馬 還有這個時間是很明瞭的 你說出來 因為如果假設他的所謂唐英 就是唐英年的選舉陣營 他們其實不是只有唐英年一個 可以有別的候選人 即是有些可能性 即是有第二梯隊 對 或者可以換馬 對 但是坦白說 去到臨截選前的兩個星期 才爆出來就很難換馬 因為那時候也要交提名表格 所以就有一點點玄機 似乎是故意讓你換馬 的情況下 就再去把這個黑材都放出來 即是整條線都撐脫了 對 就可以把你這一系的勢力拿走 這個說法都甚囂塵上 因為其實是有些觀察的 就是有些市民留意到 那張潛建的圖織其實是四年前的 即是是舊的圖織 還有他後來好像有幾張相片被傳媒 找出來是疑似他密室裏面的相片 那些相片又是拍了很久的 即現在你哪可能再拍到你的相片 他不能進去 所以這個黑材料的爆發 有些人就說抹黑這個圖織的問題 因為其實它不是抹黑 即是它原本就做了 這叫揭發而已 所以就不是叫抹黑 這個揭發在這麼巧妙的時候 就很明顯是有跟選戰有關 即是我們正常人都這樣想的 即是不會這麼巧合 所以沒有連爆這麼多單 一直連爆下去 你剛才提到所謂婚愛情的文件 坦白說以個人的立場來說 婚愛情就不應該牽涉到選戰裏面 但當然無奈在輿論或者選舉的過程裏面 必然會造成很大的影響 對 經常都是非民 但其實又沒有人逼唐唐唐妻出來 這個是失分最大的威力 但不是潛建 所以這些是很搞笑的 當然我們知道有潛建 然後那個銀機處理上面也出了很多問題 我們再說到變成蔡子強 我們就暫時不說了 但剛才透露出現一個很重點的地方 就是似乎原來有所謂的唐英年陣營 然後又有他的敵對陣營 可以將他的黑材料拿出來 即是有另一邊的人 是的 那在台面的人很明顯 就應該是何障仁 台面的人 怎樣都要提一個完全不關事的人 你都說得不對 何障仁不關事 我小時候我雖然比較少投民主黨 但他代表繁迷的力量參選 誰說他代表的 他自己說而已 他自己說而已 那梁振英就說他代表了廣大的基層市民 那倒是 那倒是 那好吧 如果你覺得不關我這件事 似乎可能跟這個另一邊的人 叫梁振英有關 其實江湖傳聞 即是唐英明這件事 傳媒是拿到一大疊文件 即是前一萬 很喜歡傳聞的 對 傳到一大疊文件 以及 即是又是傳聞 即是每份文件 即是每間報社 每個媒體 都有些少不同 那可以確保 每一個報館 都有東西爆 這樣全部都爆 即是 這個都說一下 這個傳媒的運作 如果你把 譬如你很喜歡一個人 然後你把那些黑材料 全部一塞一樣 Copy一份 派給那麼多家 這樣就很麻煩 因為一加爆完之後 加加爆一模一樣的東西 就未必會爆得那麼多 還有有可能 就是他們拿著材料 一次過就爆出來 那你的傳媒版面 就爆一天 就完了 是的 這些操作真的很公明 是的 所以這裡 有另一個考慮 就是原來似乎 有高人指點 這個爆料 就是知道傳媒的運作 即是你有份黑材料 你不要一次過 就成份對比它 你逐天滲些 A今天就送半份給這份傳媒 明天就送半份給他 然後又有些稅料證 又送給他 那些證書 每個都都爆壞了 現在一直爆了 整個星期 然後他就不捨不得 其實後來 其實都盛傳是梁振英 是嗎 曾玉成都出來澄清 其實梁振英打來說 他不會爆我的黑材料 其實都若有所指 但是其實不一定要是梁振英本人 雖然他的樣子那麼堅硬 其實是可以是他的支持者 其實有很多人是絕對不想 唐英那條 是的 他這麼高大威馬 他背後有這麼多利益的瓜葛 那些利益集團才是有機會爆 但是不過這樣又有另外一個說法 我都說 盛傳其實就不是梁振爆的 是嗎 是誰爆呢 人們就說那些材料是唐英年自己爆出來的 為什麼他不可以自己爆出來呢 他不想算到呢 是啊 就是因為他不想做 是啊 其實他是很不情不怨的 但是又被迫要做的 所以其實最高評就是他 他一直都扮豬吃老虎 是啊 不是或者是反映了就是 他這個階層的人 其實很多事情都不是他自己可以決定 你想想他娶了老婆 都不是他自己可以決定 所以做特首又不是他自己決定 是啊 他也是被迫要娶 被迫要做特首 所以他今早來一招梅挖槍 就自己爆自己的黑色力出來 還要把那些情訊拿出來 是啊 而且他的公關處理任差 應該都是深謀遠慮的 其實訓練了很久 很多年前開始鋪排 這方面我們都回到蔡芹群 說回來 現在是這樣 這個發辯少數不說 可能是梁振英搞的 所謂是這樣 但是我覺得這個選戰 來到這裡有趣的地方 就是我們可以講一下 所謂兩刑相鬥 其實也不少評論人都有展出過 我記得至少年月初也有講過 比如劉瑞少也有講過 其實這次我們看到兩個陣營的 那些惡鬥 即是黎張率國 胡鐵蒼班 已經可以表示到 其實所謂的 阿爺的祝福不是那麼簡單 不是真的有一個阿爺 然後祝福了你 然後就完了 這個在當年董建華當選的時候 似乎是這樣 因為我們看到 其實當時很明顯出來選的 都是來做場秀 那些富商 那些高官等 都是跑龍頭 最後在大比數下 然後就裝了東西 老伯伯就順利上台 就做好人 終止是腳痛 但是今時今日 我們看到那個相鬥 就譬如劉瑞少和劉瑞少也有講過 其實就證明一件事 證明這個中央在背後 不是鐵板一塊 而是至少有兩個或以上的陣營 在權鬥 在權鬥中 未開人大 是嗎 但是習近平又吹了雷下 這個也是很巧妙 是的 每次習近平 習總去旅行的時候 就會有些大事發生 是的 因為習總不在處理軍紀大事 所以如果習總走開 爆些資料出來 就沒有那麼快處理到 所以趁習總不在 就放資料出來 希望習總以後都不回來了 現在這樣 那就很多事情爆了 是的 所以這個至少 其中一個分析 就是這次特首選舉 這個惡鬥 有一個事實一 事實一 就是原來中央就不是鐵板一塊 背後有兩個或以上的陣營 如果把曾玉成都放下去 就更加有趣了 原來所謂曾玉成就是另一個陣營 曾玉成是代表一條灰線 那是甚麼意思呢 就是那些恩雞的中共勢力 就是有一個所謂道德的立場 但其實是沒有肌肉的 沒有力量的 有些像炎亡春秋那些 我估計是 有些老黨員 即是老革命 當年在延安都已經在了 嗯 今時今日就 又事不斷棄 就衛高權 權就不太重 收得一個名 那又會支持一下你 這樣 不過又壓不下 就被這些有錢人 被現在這些改革開放之後的大集團 就迫在一起 所以就是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那所以呢 單單是這樣 我們看到特首選舉 就已經有些 雖然我們沒有份 大家 但至少我們也有發生 可以觀察戰 講一下波是怎樣的 那這場波怎樣踢下去呢 我們下一節回來看看 還有沒有其他人在說